牛肉放上烤盘直直作响 油滑均云分布就像大理石纹理 或是铺在蔬菜锅里再淋上清酒 每个料理动作都很讲究 因为这可是日本和牛睽违14年 终于在台湾端上桌 但想吃荷包得够好 像是日本和牛丼饭就要价1380元 6盎司牛排更要将近5000元 但越近越多假货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会拿A3或者是A4来冒充A5 商家就可以利用这个 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知识 然后来就是提高它的售价 业者现身说法因为光顶级A级 又可再依照油滑分布分五等级 但一般消费者恐怕难分辨 一般人甚至政府官员 根本很难去察觉到 我觉得政府要严加抽查 你有抽查的动作 就有嚇阻的作用 立委呼吁不是没原因 因为虽然标识不实 最高罚金400万元 但一直没有严加取缔 监局奖金也只占了罚金的20% 缺乏诱因 会就这个相关的标识 会请业者来出具相关的佐证文件 你既然广告是7月一部分的话 你在履约的时候 一定要按到7月的 那个广告的内容下去确实履约 主管机关强调会严格稽查 就怕消费者花大钱 享用日本和牛 最后却成了冤大头 三连圈黄大鹏周凯台北报道